欢迎收睇财经recap 我是庞白思 在这里先祝大家 农年进步 财源广进 恭喜发财 踏入农年 港股终于有点起息 初五情人节低开高收 买单升132点 升势持续到初六 虽然相比起日股 早一日升1000点 今日再升200多点 台股新春开盘曾经爆升超过600点 港股好像失息了一点 但不要紧 做人最重要是乐观 好像茂波那样 昨天出席开市仪式 继续唱好香港 过去四次农年 港股都有回报 最醒神是2012年 当时全球主要央行 放宽货币政策 有利投资的情绪 那个农年恒生指数 全年累计升了15% 今年的农年 或者都有一些共通因素 原因是欧美色口见顶 加上内地经济稳中向好 他还做完学家那份 说今年是甲神年甲熟木 在天干五行颜色是绿色 甲神青龙可以说是绿色的龙 绿色发展是大趋势 香港目标是做世界绿色科技 和绿色金融中心 力销月底的绿色咒 不过专栏作家冯熙贤 就说司长放了大乌龙 他说青龙的青字不是解绿色 而是蓝色 他引用徐代萧吉 五行大二话 甲为青 己为绿 孙子也有一句 清出于蓝 其实如果茂波那么顺风水 不知道会怎么看中国 将Ear of Dragon 改译做Ear of Lone 甲神青龙年 香港试好试坏 作为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 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 昔日中概股大好友的罗琪 是英国金融时报的赞文 条题好爆 好多中环精英都讨论 就是It pings me to say Hong Kong is over 香港玩完了 他提到港股表现不行 恒指比九七回归时只未升5% 同期美国标普已经升超过4倍 恒指表现还差过中国上证 认为港股受内部政治、中国因素 和全球地缘政治发展制约 就算有反弹都只是短暂 港交所主席史未伦化身反驳队 说过去几十年历史证明 香港面临挑战或非议之下 都依靠自身实力、精神和银力卷土重来 甚至创新高、外围不明朗因素 不会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法治精神和市场公开的优势 又相信中国未来发展持续乡商 有助带动香港经济 他说基本发23条咨询过后 就会见到好景象 说起好景象 管理铺位基金的李根兴就做了个好示范 新年开一部开棚 拉你出来做旅游大使 现在两位意大利游客 香港需要游客 我鼓励大家尽量得 见到游客都friendly些 请他们坐车 买他们杯咖啡喝 有限钱 但如果全香港700万人都能够 请游客吃餐饭、喝杯东西 免费坐车兜个圈 香港一定更法力 轻 只不过网民就不buy了 是不是店铺跌到混蛋 跌缩了他的脑子 为什么不请内地游客 香港需不需要市民 他不如请市民搭车吃饭 神经病 请他们喝咖啡 一杯咖啡成四五十元 我自己都不舍得喝 嗯 好有尽为敌的感觉 龐白斯都很想李根兴请我喝杯咖啡 其实面对千亿财赤 单靠游客真是杯水车身 月尾就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怎样灭赤成为重点议题之一 学者李兆波就说 公务员和资助机构员工薪酬和开支 占政府经常性开支四分一 比重很大 内地经济低迷 公务员也要减薪20% 认为港府都要跟 高官减薪最少一成 说这样比加税更加有效 他又提到 人多、良高的政府近年施政不佳 都是高官减薪理由之一 那么财政预算案 今个月28日便会公布 在此问题有谋波 写完要校对清楚 不要像召车公司LIF 他们星期二收市后公布业绩 谁知新闻稿放在烏笼写多了个零 将今年经调整利润率预测 由增长0.5% 写成增长5% 本后股价一度抽升超过六成 公司之后澄清出错 胜幅收窄到16% 幸好星期三股价都升35% 报16.39美元 仓52周身高都不错 只不过在美股的场上升35% 算少了 BMR这个星期升了100倍 SMCI同样to the moon 由1月200多元爆到昨晚盘后超过900元 究竟如何捕捉这些大颠股呢? 除了留意Finance730 逢星期135 早10点半的股市组缤分之外 看Viu最近一套叫 《飞黄腾达》的投资真人show 剧集 可能都有些帮助 这套剧主要讲一班年轻人 参加一个投资比赛 希望可以飞黄腾达的故事 重点是有Ivi So 做女主角 拍先识 譬如阴阳烛 怎样看颜色 怎样为之 熊市和牛市 又是怎样分 都是拍再识 哇 看一套剧多东西 逢星期一至五 夜晚九点半 99台播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今次recap 来到此 庞伯斯自肥完毕 下次再见